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道圣旨 汉书记载 公元前72年 汉宣帝突然颁布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诏书 他在诏书中说 我在贫威之时曾有一把旧剑 现在我非常怀念它 众位爱卿能否为我找回来 原来汉宣帝刘荀出生那年 宫中发生政变 刘荀被寄养在宫外 长大后在民间结识许平君 并与其成婚 刘荀登基为帝后 宣臣霍光想让自己的女儿做皇后 但刘荀没有忘记许平君 因此发布了这样的诏书 朝臣们很快品出了这道圣旨的真实意味 连平威时用过的一把旧剑都念念不忘 自然也不会把相濡以沫的女人抛舍不顾 于是朝臣联合奏请 立许平君为后 这道诏书也成了历史上最浪漫的圣旨